星期二,晶片製造商NVIDIA宣布 和Google在人工智能領域達成合作後 NVIDIA的股市收盤價上漲4.2% 達到502.6元,創歷史新高 今年NVIDIA正頻撥發展,股價不斷上漲 其圖形處理單元GPU正被各大運公司、政府機構 和科技初創公司使用 用於訓練生成AI模型,譬如說支持OpenAI的ChatGPT技術 NVIDIA的CEO黃仁芬表示,NVIDIA強大的H100GPU 能幫助Google開發人員提高工作效率,大大降低成本 NVIDIA還預計本季度收入較上年同期,將增長170% 天下維持記者編輯報導 On. Assad